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屏住呼吸来观看 接下来进行的比赛 对 是我们也联想到从比赛到今天呢 大会目前只有中国选手吕小军 对 创造了两项世界纪录 没错 我们也来看看女子有没有可能在今天 让我们眼前一亮 对 给大家一个惊喜 他示意观众要保持安静 这是他的教练员 他今天如果是波多贝多瓦挑战成功 他会仰面朝天 躺倒在地庆祝吗 有可能 挑战成功了 成功了 这次是自己摔的 这次庆祝是自己摔的 不是自己躺在地上的 要不然也会躺到地上 后面有一面墙躺住了 不过我们也真的是祝贺哈达克斯坦队 真的是今天表现非常的到位 对 当然我们也要同时也要祝贺曹磊 这位曹磊他在开始的时候 开把的重量预防并不高 但是自己循序渐进去调整 非常的理智 非常的客观 把自己的状态调到了最好 对 应该是把自己的赛前的最好水平 全部发挥出来 甚至还超发挥 好 我们也是在稍后的时间继续为您转播 女子75公斤级A组停举的比赛 待会见 那 拥抱一下 对 我们看医生也是在给他紧急的恢复 他果然要到160了 对 比赛确实是非常精彩 对 我们说 其实 在我们这次世界举重级别赛的时候 采访我们的马文广先生的时候 他也是提到 一只独秀 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原 要让中国的举重选手 这种整体的实力来带动世界举重的发展 这才是中国举重真正希望达到的境界 对 也通过世界各国选手共同提高 再反过来也会促进我们的选手水平的提高 没错 相互促进 对 对对对 好 我们来看一看 波多伟都准备登场亮相 这是他今天的最后一次试举 究竟是两项世界纪录还是三项呢 我们来看一看 对 在不到一分钟以内就将揭晓 没错 状态不错 对 关键看他的翻站 因为这位选手上去的能力还是很强 翻站不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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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来了 哎哟 好的 起来了 他自己已经是喜极而弃 这也是150斤的体重啊 没错 教练员和包括他的支持者们也都是用力的鼓掌 的确非常的精彩 哦 这样的话呢 女子75公斤级的A组决赛已经全部结束 哈萨克斯坦选手 波多贝多瓦打破了抓举停举和总成绩的世界纪录 我们忠心的祝贺波多贝多瓦 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中国选手曹磊在这六把当中呢 仅有他和波多贝多瓦是保持全部成功的 对 也是祝贺曹磊文战文打能够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我们为您转播的2009年世界的举重级标赛 女子75公斤级A组的决赛就为您转播到这里 是由庞高兴指导和瑜伽的共同为您点评的 请您在稍后的时间里继续收看 女子无差别集A组的决赛 稍后见 稍后见 感谢观众朋友们